因為剛剛有同學在問這個就是 到底它要錄哪一個畫面 我們剛剛在OBS裡面 你是不是要去選擇說 我要哪一個對不對 高一點點沒關係 我是不是要哪一個來源 有時候你會搞不清楚嘛 所以呢最簡單的就是用下面這個 你有看過一個藥品的廣告 叫全都錄吧 顯示器擷取就是 只要那個畫面上出現的通通都進來 這樣最簡單 那你今天要什麼內容出去的 我就是放到那個畫面就好 其實我們的投影機 我們一般比如說教室裡面的投影機 也等同第二顆螢幕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簡報的時候事實上也可以那樣用 那你進到這邊你看 像我就有兩顆畫面 一顆這個是投影出去的 另外一顆就是我在管理用的 我只是兩個畫面抓給你看而已 好那右手邊這裡是不是有控制台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嗎 我們OBS的這個視窗 這個 並不是一定要固定在下面喔 你可以把這個 因為它預設 現在把它鎖住了 有沒有現在是固定的 是不是鎖定了 你可以把它關掉 你有沒有發現 可以拉出來 這個可以拉出來 然後呢 我上面那個視窗 就是我這些浮動視窗 我都可以拿出來 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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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你就看你需要什麼 那當然如果真的搞不清楚 就叫它再回去嘛 哈哈 重置一下就好了 這樣清楚了 嗯 所以呢 其實它路就是路中間這一段 那你只要有雙螢幕 我就可以從這邊螢幕截取 顯示器的截取 我按確定 可是因為現在這樣 我會變成無線迴圈 對不對 寫程式是最怕無線迴圈嘛 哈哈哈哈 所以呢 如果我按確定了 有沒有就一直走到底了 哈哈 因為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 又繼續走下去啊 好那 所以呢 這個是建議各位 建議各位就是 如果你真正 覺得說 我實在是不想分太多來源 我就乾脆多一顆螢幕就好了 因為現在各位的電腦 其實都會有至少兩個 螢幕的接頭 可能是HDMI加上 那個一般的RGB 或者是那個DSUB 或者是DVI 這樣的一個介面 那你只要兩個都插進去 插到不同螢幕就OK了 當然 我們在這邊 它預設就會變成兩顆 所以如果你是簡報的時候 其實在這個顯示器設定這邊 你會發現它有一個 我有多個顯示器的話 有沒有 應該會有一個叫做 因為我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它會有一個叫延伸 就是我的那個顯示器的畫面 多部的話 它這邊會有一個叫延伸 或同步 同步 同步就是我兩顆螢幕顯示一樣的 那延伸就會變成 我現在有一顆 然後呢 你的滑鼠可以往外拉 往外拉就會跳到另外一顆螢幕 這樣子 這樣 用筆畫的比較清楚 因為這樣不好看 那這個時候其實你在使用上 就會變得比較簡單 這樣 了解了 好